局政院和立法院决定要让新唐人登上有政府保障的中心二号卫星 但是中华电目前仍然没有积极动作 对此朝一立委说 接下来会更加监督续越案的走向 也希望台湾电信龙头在海内外关注之下 不要践踏交通部的关股 践踏政府承诺与民意 从宪法高度保障独立媒体自由 立院三读通过政府预算主决议 要求交通部督促中华电信续与新唐人亚太签订中心二号卫星合约 朝野有共识持续监督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也就是要去执行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在这一段时间讨论之余发觉 资讯越公开越透明越多元 对于整个社会世界是更祥和的 这个跟新唐人我们大家的宗旨是一样 是以和谐是以真赞美为基准 所以能够这个完成的这个朝野协商的共识 我个人非常开心 我希望能够尽快去执行职 立委要求中华电信误推迟 海内外已经将新唐人续约案 视为台湾民主指标 聚焦政府承诺是否兑现 如果他刻意的不买单 会因为中国压力而不买单 我们觉得其实这样子是做见 践踏台湾的政府的关股 而且践踏台湾政府的名义 从股东结构面以及从政府的法令面 我们觉得其实都应该要求中华电来 对于这个其他相关的媒体都能提供 平等以及这个其他的报道机会 立委希望台湾电信龙头尊重政府承诺与民意 离合约截止为其不多 新唐人何时取得仅仅4MHz的中心2号频宽 持续受瞩目 新唐人也在电视 富东陈珍台湾电报道